BUNK 嗨 輸槍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健常時間 今天這集的話來開箱一下這次的這個 13年 的國家隊逆轉戰的這兩個講義 分別是模擬跟手動 這邊我先開箱 然後等一下講一些事情 我相信應該還是會有人有些問說 誒 那怎麼打啊 或者是什麼 怎麼拿到這東西啊 或者是我開的好不好啊 然後貼一張圖 大家應該都知道齁 好 那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講 有些人只想看開箱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開 首先是這個國家隊13年的特別禮包 裡面的話 誒 看起來跟上次差不多啦 只是原本好像是63嘛 改成52 誒 原本是41 然後改成 52 誒不對 阿算也不重要啦 反正上次是41跟63 那這次改成52 我自己蠻缺52的 但是只有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74 好吧 那我要想辦法再弄52了 那另外一個的話 一樣是LV20 這個我也蠻缺的 好 所以 就是把那8包開掉 就這個 應該是這兩個吧 好 先開這6包的 應該不會有什麼好東西啊 卡架都爆了 市場超多的 嗯 還有什麼東西 我 真是 那我怎麼看 怎麼會想到 什麼東西這麼貴 10億 那張凱文真的很強 好 13年的 材料 好 最後是這個13年的加9 那 當然啦 最好還是 最好的話還是希望開到王劍民 那如果沒有開到王劍民的話 要嘛就最貴啊 要嘛就最便宜的 我不排斥開到材料啊 噢 飛起來哦 這是要叫我練的意思嗎 我有沒有想說要不要練一張劍仔 但是 我一直想說它好貴哦 啊 練了練了練了 我在想辦法弄加6 哇 好扯哦 值得了 好 然後現在就是來講一下這個 通常開到好的卡片的時候 第3個都會爆掉 嗯 那就 看看它會不會爆 好 那我們講一下這個13年的部分 首先如果你看到王劍民那當然沒有問題 就像剛剛那樣子一樣就是開到最大獎 這裡有加6了嗎 有耶 我讓它直接買一張好了 那如果開到潘威倫的話我覺得其實也是還不錯的 就抓到了也不錯 但是它的球種你可能要鑽研一下 數字上面不錯啦 那王劍民這張也是不錯 就王劍民的卡片來看的話這張數字算是蠻好的 那這張楊帶鋼的話就可能沒有其他張楊帶鋼這麼強 但是在左衛的情況還是可以放的 那小小鍋的話就是 數字上面也還不錯啦 那就是說球種蠻普通的 就是自己要再做一些鑽研 那13年這張恰恰的話 我是覺得說還是有普通偏上的平等 但就是說它的數字上面可能沒有到真的這麼好 但是也是夠用的 插子球 好 那 那這張火哥的話 就火哥的情況來看也是算是 比較前段般的火哥 所以這張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這張高之鋼的話 我覺得也是還可以用的狀況啦 但是其實力量沒有到很高 這張就比較還好了 這張也是 數字上面不錯啦 但是就是看你會不會用這個球種 那這張陳紅尾也蠻不錯的 這個比較偏材料了 欸 比較偏材料了 比較偏材料了 基本上這邊就開始是材料了 這張林哲軒還行啦 我覺得還行 就是就一個前期的情況還不錯 那後面這段應該都是比較偏材料了 所以就是 變成說你開到越便宜了 其實 欸 往好處想啦 他至少說他如果當材料來看的話 你的加血要練到加10會比較簡單 像是如果你開到像可能 這張吧 像這張高之鋼如果你開到 啊你又用不到 那要當材料怎麼辦 練一張加6 那張1.3億 你還要多花個10億啊 人家只要 可能人家只要多花個 3 4億 或者是可能花個7 8億就起來 你可能還要花十幾億 所以就是說 要嘛就是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要嘛就是開到自己想要用 要嘛就開便宜一點 這種開在中間的 這段的 這段的如果你不想要用的話 是真的比較麻煩一點 那當然啦 就是 每個人的習慣都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欸 除非啦 真的就是就戰力而言 你就是最好就是王劍民 那其他就材料了 不然說其實就是這種中段 這一段的卡片啦 其實 比較偏 會不會使用啦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愛啦 所以就是 可能像王劍民這張啊 如果你會使用的話 是覺得說就這張來看的話 其實開到的話還是算蠻不錯的啦 好 那今天這部就在這邊結束了 蠻意外的 竟然開得到鄭凱文跟王劍民 那09那包我是覺得比較還好 因為那兩張我都滿了 那這包開到王劍民是真的蠻意外的 好那一定有些人還是會問啦 說這個東西到底是哪裡拿的 也就是在這邊 這一個 的這個挑戰模式裡面 就是這一個啦 這個 國家隊的逆轉戰 的話會開在這個 禮拜六日的晚上八點 獎勵這周開完之後 我應該下周就不會再開箱了 就是 大家自己再看看 就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41526374就出來了 雖然我覺得下周應該不會是 給85跟96啦 但 希望吧 期待看看 對 對 通常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會是 7 4跟52再給一次 好那今天這部就到他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更多知道 那也不要忘記 如果要拿這些獎勵的話 記得 這禮拜六日 晚上八點 記得要打 逆轉戰 那手動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好打一點 就是我之前有拍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模擬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要多試個幾場了 就是 然後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看說 大家完成的速度大概多少 就是記得 可以參與看看 好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拜拜